中风后昏迷37天的患者 是如何奇迹般恢复健康的 阿里红 新桃花 国医大师的中秋节礼 竟是神奇的维吾尔药和新疆特产 养生堂马上播出 祝大家中秋节的灿热 欢迎大家收看养生堂的 中秋节特别节目 这是应该是最累的一期开场了 但是我以为只有我今天独舞 你怎么上来了瞧我的光彩 不是 你没发现吗 咱俩今天的装扮 就是特别有民族特色 当然啦 新疆舞蹈 特别美的舞蹈 但是你知道我们为什么要那么穿吗 我当然知道了 因为接下来我们要请她的 是我们来自新疆的国医大师 跟她学习养生 我知道她来了之后心里特别激动 我昨天是挑灯业毒 我就翻看了很多医学方面的 这样的不光是我换上了民族特色衣服 我还带来了我的交通工具 这骆驼我还真第一次见你 我好好看 别不乱看 能咬你 对认主人是吧 对对对 都知道骆驼头风是储存这个 它的所需的食物和水的 但是也储存知识 你是在新疆找到宝藏了 当然啦 了不得呀 这些我可是跟咱们这国医大师请教过的 这些宝贝可太宝贵了 这样吧 我先让大家看看这些宝贝都是什么 来 好好好 你给我看看 看你认识不认识啊 头一次看到泳池这么大方啊 来来来来 就上来就要给大家看宝贝 对对对对 就这儿就这儿 干嘛呢 就这儿 这么多字儿啊 我来看来 有没有大家认识的 大家可仔细瞧一瞧 这些都是非常有名的中草药的名字 一零你能随便说一个吗 这个是竖着念吗 对对 是横着念吗 我跟你说我第一次 我有点懵 我第一次看跟你是一样的 我是看了好几院都没看出来 这些药啊看似不熟悉 而且名字还长 因为这些都是我们新疆地区 当地的特色药 但是由于特殊的环境啊 和特殊的生长需求啊 这些药很多已经找不到了 但是重点就来咯 我们今天要请上的国内大师 非常了不起 第一条就是我们这些 特别有特色的中草药 都是痰与同质的好药 第二点就更厉害了 当然刚才说了嘛 这些药我们都已经找不到了 而我们的国内大师就找到了 跟他相类似的我们熟悉的药材 药效不减不说 价格还便宜 不仅让我们新疆当地的朋友 能廉价地吃到这些药效好的药 也让我们全国的朋友 都享受到这个福音 各位你们说好不好 太好了太好了 那咱们赶快吧 赶快请出今天的专家好不好 好 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今天做客 养生堂的重量级专家 来自新疆的国一大师 沈宝帆 沈老 欢迎沈老 欢迎沈老 沈老好 欢迎你 沈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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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掌声欢迎沈老 欢迎沈老 沈老 来到我们现场 我们马上把一张照片 放到屏幕上了 这是谁啊 好帅啊 这是我 我是六年年 在上海第一选毕业 毕业以后呢 包送到北京来 那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 大力开展西医学中医 卫生部举办的西医学中医班 学完两年中医的时候呢 碰到那时候 国家自然灾害 经济困难 那么就把我们分配到 五个全国最健康的地方 东北 大庆 内蒙 宁夏 青海 新疆 那么我呢 包括我有四个 就在到了新疆 那么这也是 我到了新疆以后 工作的时候 骑了马 在龙墨区呢 勤回医疗的情况 哦 给大家看病的一张照片啊 我们再看旁边 这是我们沈老写的一段话 我在新疆的生活 有幸福感和成就感 因为新疆各族人民非常关爱我 我更要不忘初心 无论年龄多大 也要更努力地工作 为新疆各族人民的健康卫生事业 奋斗中生 其实最了不起的呢 这番话是您年轻的时候写的 但是现在回看以后 您确实做到了 对 全身心地投入到医疗工作当中去 所以我们也总结了三段话 出生在上海的新疆人 毕业于西医学府的中医人 茂蝶之年 仍工作在一线的八五五后 现在我还在新疆工作 一个礼拜上午 五个上午还没有停止工作 四个门诊 一个病房查房 下午呢 一个月呢 不定期地给研究生 和设计医生做专题讲座 一个月起码还要两到三次 从未停止过 一直在为了患者忙碌着 我们看刚才的那三段话 看似好像有一点矛盾 但真的是我们沈老 在新疆工作了60整年的 一个时间的真实写照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60年当中 沈老在新疆所做的工作 对 临床60年 在老年心脑血管疾病方面 独有建树 钻研提出谈与同源 谈与同病 谈与同治的理论 发明多个针对不同正型的 通脉方 还有用中医中药的方法 成功抢救了几十例 脑出血的昏迷 达数十天的患者 这真是奇迹啊 他是怎么做到的 我们也找到了一段 非常宝贵的视频资料 跟大家分享一下 一起来看 这是一个曾经因脑病昏迷的患者 当时病人处于植物人状态 达四十多天 但在沈宝帆的治疗下 出现了可喜的转机 当时看我母亲 什么都不知道的时候 我们特别难受 因为我母亲呢 是一个特别好的人 对我们呢 特别的疼爱 照顾我们 照顾我的父亲 但是呢 在医院的时候呢 什么都不知道的情况下呢 我们就是找到沈院长 沈教授呢 就是态度很明确 我不给你打保票 我能保证给你 反正我用最大努力给你治好 我能让他醒过来 能认识你们子女 你看 经过沈宝帆的治疗 两个月后 病人就拔掉了身上 维持生命的各种管子 神志开始清醒了 你看现在怎么 现在 一般人是想看不到的 中午吃的什么呢 中午吃的面 吃的什么辣条的 沈宝帆使许多病人 从死亡的边缘走了回来 而他的愿望 也正是让欢乐和笑声 充满在每一个幸福的家庭 所以沈老 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是什么样的情况 您怎么治疗的 好的 我认为一般的话 治心脑病也好 我在治脑中风病也好 都是强调的 由于脑子出血啊 我的脑子出血啊 造成脑子血管里面 造成不通畅 不通畅了以后 出现了昏迷啊 半生不睡啊这些 因为这一般都是采取的 用活血化育的方法来治疗 那么我认为呢 人体的血管里面血液 大家想一想 这个血液里面成分是啥 大家听到的 有红血球啊白血球啊 有血浆蛋白啊这些等等 但是别忘了 毕竟它是个流体 是个液体 这里面必然有什么水分 血不通畅了 那么这个里面的液体水分呢 肯定也不通畅 不通畅也会堵住 那么中医的传统理论 这样说 水堵住了以后 就得不到疏不开 通畅开 就可以成了毯作 因此我认为呢 由于一定有毯式的形成 因此不要在治疗上 这考虑到血脉的通畅 还要考虑把坦涩也要去除 也就是要把水液 能够很好的收补开 而且你们看 还有我们日常生活上看到 好多病人的 脑血管病也好 心血管病人也好 往往在饮食上不注意 喜欢吃甜的 喜欢吃肥的 这样的人呢 血脂就高 来结合到中医来说 这些东西 甜的肥的东西呢 吃了以后化不开 可以成了毯作 那么用西医的花生 容易引起血脂的斑块 因此我想 这个是不是 也是用中医来说 这个斑块 除了考虑血液以外 是不是还是有痰作的问题呢 因此我就考虑了 只要治病 不要只想到血液的问题 还要考虑到痰作的问题 因此我就想要认为 痰与同源就是同一个来源造成的病 因此出现的病的症候呢 叫痰与同病 这个同一个造成 那么治疗上应该痰与同治 应该这两方面都应该注意 当然了 要分清 有的是痰作比较重 有的是血液比较重 有的是血液比较重 有的是由于痰作血液造成的一个变化了 造成有肝活啊 那一次我临场呢 就设计了过一系列的麦通片来进行治疗 刚才主持人要教我介绍 几个围重的病人 80年代有一个朝元研究所的所长 向西奔 他是有高血压 结果呢 病发了脑出血 昏迷 昏迷多少天呢 35天 腹血也停止 就是靠气管切开 用机器来维持它腹血 30多天 由于脑汁出了问题 调节功能差了 因此在高烧35、6天 起码38度、39度 而且又病发了什么呢 应激性溃炎 也就是脑出血以后 造成了胃的大量出血 我们它的出血到什么程度 不仅仅是大便里面搬上黑的 拉出来是纤红色的 上面吐出来的是纤红色的血 整个前后数据多少 4000多毫升 相当于人体的血呢 总血量全换了 35、6天的热热热热的抢救 我们把它抢救过来 这个时候采用什么方法呢 我说采用了谭与统治法 中西结合中西的病重 把它抢救成功 那么刚才一个画面 放出来这个老太太 那么这个老太太是什么呢 她有高血压病 然后呢一天呢 早晨到龙毛市场买菜的时候 突然摔倒在地昏迷了 昏迷地送到我们省人民医院 到了医院以后 腹血停止了 腹血停止 他们也赶快气管气开 给她用插管 经过十几天的抢救 腹血恢复了 不需要用腹血剂来代替腹血了 不像前一个病人 完全用机器来帮助腹血 腹血恢复了 但是呢昏迷不行 已经十多天了 省人民医院也非常负责 给她呢还经过远程的电脑会诊 吸药啊 营养的 致死的疗法 家属呢找了我了 我当时当院长 她说 省院长 我呢已经花了十一万块钱了 家里已经没有什么钱了 我能不能带到家里去治疗 我就给她这样说 你能不能找到门诊部的医生 因为毕竟是呢 她孩子昏迷不行 自己不能吃东西 插了胃管 下面呢小便也不能自主 插了盗鸟管 也是两个管子都插上 也是虽然是腹血能恢复了 但是这个两个管子还带上 你居然没有钱了 那我说你把卫生锁的医生找上 那么我保证每个礼拜给你去看一下 但是因为我要老是去 不能用公家的筹子 来回打的钱十二块 那时候新疆呢起步费六块钱 来回呢只要十二块钱 我还不要你收你的挂号费 我的专家门诊十二块 到现在为止我们社会主义在新疆 我的门诊费还是才十五块 十五块挂号费 这是我们新疆的制度 那一次我就带着省人民医院 我在省人民医院还带着学生 坚持了两个月 给他每个礼拜去 过了两个月他苏醒过来了 再过了一个月 他苏醒过来了 把胃管也拔掉了 把盗鸟管也拔掉了 现在这个老太太还活着 会上我也平时呢 用谈一同志方法 一直在给他调养还活着 哦 大家看看 真的难以想象 就是这位老奶奶气色那么好 红光满面的 她是曾经昏迷过 但是这样的奇迹 在我们省老啊 六十年的医护工作当中呢 一直在重现 并不是个例 那就得益于 我们今天再次要强调 我们国医大师沈老 他治病的一个学术思想 一个理念 谈于同志 日常生活当中 我们怎么预防 怎么调理 怎么治疗心脑血管疾病 今天沈老给大家带礼物了 终究节目 带了三份健康大礼 是 一份一份的揭晓给大家 每一份都很重要 每一份都可以说是千金不换的 那也给电视机前的您一个福利 如果您想提前知道 这中秋礼物是什么 想马上收入囊中 您赶快拿出手机 来扫二维码 关注养生堂的微信公众号 输入中秋 您就可以提前获得 这三份大礼了 那我们现场呢 就一份一份的来揭晓 先来揭晓第一份大礼 这礼物就在我们月龟树下 好 我也大伙瞧瞧去 好嘞 各位请看这树下有一个灯笼 这个沈老的礼物就在这儿 给大家瞧瞧 这六句话给大家看看啊 请看 国医大师的中秋节礼 第一 瓶肝空脉方 瓶肝空脉 他针对的是什么症型啊 高血压病 我在脑中风后遗症的人 我在有冠心病的人 他出现的是什么 除了像冠心病有时候有点心疼 但是他同样出现了头昏头疼 脾气大得很 嘴巴干得很 脸和红的大便干得很 这是属于什么 除了有这些血脉不通症状以外 有干热的症状 那么冠心病的病人 虽然他有时候表现是 心脏也得不舒服 他同时又有什么 也表现什么 嘴巴干 大便干 脾气大 一碰就发脾气 手嘛有时候抖动 这样的话呢 也是中医人为什么 他是血脉不通 有弹着 而出现了有点 干热干风 那么我们也可以用 病的名称不同 但是表现了病的症候略似 我们可以用同一的方法治疗 叫一病同治 那么这个品干脉通病 从名字来说 就是 凭它的干火和干热 还要凭它的干风 表现了什么 手抖动啊 或者呢 头昏啊 头疼啊 然后呢 在里面呢 肯定造成血脉不通 因为我要用活血滑鱼 然后肯定还造成了有痰作 有表现热痰的 那我加一点清热化痰药 用清肝或干热的药 配上清热凉血的活血的药 配上清热化痰药 主成这个方子叫 平肝脉通病房 那做成的片子叫 平肝脉通病 你听懂了吗 它差不多吧 你给大家总结一下 其实给大家总结一下 您看我们这边啊 有一个老奶奶 她呢 能看到上面有一些症状的问题 比如说心烦易怒啊 头昏头疼 口干口苦 眼干眼红 然后可伴有手抖 这些症状呢 刚才我们神老已经说了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啊 我们这位老人家啊 在她肝的位置上 这个风扇在不断地吹啊 风力非常大 她的肝风已经动了 肝风一动 她的脑部就发生了问题 发生了警探号 不知道我这么样解释 大伙能不能听得明白 哦 谢谢永志 听懂了她 她刚才这位 永志 主持人名字 我说对不起叫不错啊 我这要请跟你说叫胖先生 可以可以 胖先生呢 刚才说的是什么 说得很好 但他仅仅说了这一部分 是对脑中风的人 高血儿的人 实际上 这些症状都有 但是又表现出来 心脏不好的人 有关心病啊 心脏疼啊 我在闷 但是也出现这一套 我同样也可以用这个 理由在什么呢 因为我这里面有清热 凉血的活血的药 这些血面通了也可以不疼了 这里面我有清热化痰的药 这样啊 痰色去掉了也可以吧 干活有清干热的药 干活也平定了 这样也可以舒服 一次我说了一并同志 我们现场有没有相应症状的 心脏不舒服的呀 血压控制不好的呀 手抖的 或者已经查出 有心脑血管疾病的 我们上场机会难得 请国瑜大师沈老帮忙 瞧一瞧 好 我们请这两位上场 这个阿姨和上面的叔叔 来 好 谢谢 来 掌声欢迎两位 我们的观众上场 叔叔迫不及待地 一直在举手 而且我发现叔叔 好像脸部有一些抽动的问题 对 您这样您赶快说一说 您有什么相应的症状 跟我们介绍一下 头晕 嗓干 眼睛疼 您是查出有什么情况 查出来是冠心病 现在有时候经常犯头晕 反正瞧一说共有不足 到底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就是老头晕 您的心脏什么症状 心脏的话有点疼 很疼 反而一般我都带着那素肴要救心 腰疼我才赶女士 压榨头 对 压榨 就跟鱼管铁板压着 那种疼 那种感觉 是心梗过吗 倒没心梗过 但搭过桥 支过支架 脾气是不是不太好 而是急性子 急性 这种症状是急性子 什么都是起急 没别的 跟人着急 对 什么事都是着急 沈老师 这叔叔 这些症状都跟您刚才说得特别像 不一定 医生的身头看一下 医生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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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使用这个 他是心脏做了大乔手术以后 从刚才我说的支架手术以后 孩子表现的是什么 心急不足 老师觉得并蒙得很 但是他没有一派干活干热的症状 并不是上这个嘴巴干就有火 她的身体的舌头一定不红 大便干得不厉害吧 大便通胀不通胀 没有一个大一个大吧 没有没有 对 她没有干活的 什么不符合 火气一定没有 你相反吃这些凉的药 还出问题呢 她很适合补气满豆片 所以叔叔的情况我们了解了 我们再问一下阿姨 您说说您的症状 我们家是遗传性的脑梗 脑梗 完了我爷爷 我父亲 我哥哥全都是脑瘀血没的 脑出血 我也是血压高 二十多年了一直吃这样 就是一看病嘛 老说我是肝气欲解 肝气欲解 对 就看过病是这样说的 看过 老是这样的 对 控制怎么样 血压 控制还可以 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一些心脏 脑部的症状 现在有点防颤 所以阿姨的情况 是不是适合我们沈老带来的 这个方子呢或者是带茶饮呢 阿姨一会儿仔细听一下 我们会给答案的 谢谢两位 我要送出礼物了 叔叔 鲁花为您送健康了 为您送出的是 鲁花高油酸化生酒 油酸高抗氧化 青春派健康油 祝您越吃越年轻 谢谢叔叔 阿姨 送礼物和礼物 我们的礼物是 雅生堂行业独家战略合作伙伴 玉品高方 为您送出的 茯林艺人草本高 秋季滋补润造正当时 现在拨打电话 前100名可以免费获得 玉品高方一份 先堂先得 谢谢您 谢谢 掌声感谢请回客 认真听啊 谢谢 我们可以看到 神老给大家带来 千金不换的方子 瓶肝通脉方 已经在这个屏幕上出现了 神老给我们介绍一下 好 上面的几位药 像天麻 沟腾 珍珠母 据名字 就是瓶肝清肝的 清肝风 因为高血压病的人也好 脑中风后遗症的病人也好 只要出现头昏头疼 而且主要表现的是什么 一派阳热的症状 火热的症状 那么我们可以用这四位药 来品干清干热 那么下面几位药呢 像水热地龙 我就说了 我们毕竟还是造成血脉不痛啊 头昏头疼啊 舌头红红的 有的人甚至还表现 心脏的不舒服疼啊 那么水质和地龙呢 它可以活血通血脉 但是毕竟这个药呢 要怎么来加强 来去它的火 来通血脉呢 也可以配点下骨草 下骨草又可以清干热 又可以呢 使我们血脉的通常 又是凉血的药 那么下面三个药 胆燃心天作黄 又精 那么我就说了 有血脉的鱼竹 必然有痰作的生成 那么因此它又出现一套 热痰的症状 表现嗓子干干的 吐出来痰是粘痰 我在粘痰里面呆呆黄黄的 那么之后我们就应该加一点 清热化痰的药 胆燃心天作黄 又精 那么这个方式我们做成了药片 叫瓶肝脉痛片 偏容易吃高血压脑腫风 关心病呢 这个方式对心脏上面照顾 这个药物还是不够 但是至少轻轻活 化化痰 通通血脉 还是有好处 同样可以用 第二个呢 我也给大家说明一下 我的瓶肝脉痛方 出于技术的保密问题 个别好几个月 有两三个月没写给大家 沈老一直想要用最成本的价格 让病人受益 用到这样好的药 对 等会介绍 好 所以这样的药方那么好 千金不换 有解决很多问题 一是对症 要辨证失智 怎么辨证失智 一定不是咱们自己 拿到家里自己用的 要找大夫 根据您个人的情况 来进行一个调药的 不是说拿来就用 再次提醒 但是如果我们症状 不是很严重 像刚才您说的 肝羊 风冻 有些痰愈症状相对轻一点 对 我们自己在家 也可以喝点带茶 眼神老带来了 是要推荐给大家的 这带茶眼是什么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针对肝羊风冻人群的 家庭辅助茶饮 平时尽量喝的茶 不可能一大堆药去泡的茶 到底你喝茶还是吃药 而且到了茶饮茶饮 这个主要是为了预防和调养 因此我就挑选了菊花 大家都比较懂得 它可以清干火的 然后菊明子 又可以 刚才叫天马沟腾 珍珠母菊明子 这个菊明子 又可以降血压 又可以清干火 还可以降血汁 用了菊明子 完了以后呢 焦固栏 大家也很熟悉 有焦固栏片 这些可以降血汁的 这个三个月呢 既可以清干热 又可以通血脉 又可以去探测 但是在这里 我还要强调一点 泡茶泡茶 不能把这个三个东西 就拿来泡了喝 在几千年以前没有病毒 自然团境很好 不污染 那么这样完全拿来 就可以泡了喝 现在不行 有病毒 有各方面的污染 因此你这些要 要拿来泡茶的 所有的东西 所有的给你们介绍 泡茶 我劝各位 一定要把它拿来 用凉开水清洗一下 清洗完以后还不够 用什么开水煮上 五分钟十分钟 把病毒杀死 这样的话就没问题了 不然的话 把干烟传染上了 把其他传染上了 因此大家一定要 把老祖宗传染下的好经验 结合到现在的团境 现在的情况 要破用 不要这个死的办法 一定要泡茶 一定要洗一洗 好 煮个五分钟十分钟 时间不要煮得太长 记住了 不能拿来就冲着喝的 要洗一下 要煮五分钟的 对 我们消消消里面的 对 那么可以煮得多点泡茶 好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针对于干羊风洞人群的代茶 也您给一个保守的客数 让我们大家自己在家里调理一下 好 剂量是吧 对 剂量剂量 句话不要多 只要不要超过十多 一多多的句话 最多五多六多就行了 不然泡一下泡了一大堆了 第二个 剂量子一般的话十五克 焦固然不要超过十克就行了 好 都记好了 这是针对于干羊风洞的人 所以如果要有羊虚的情况 是不是不能喝 容易辣肚子的 气虚的病人不能喝 没有火热的症状都不能喝 好 气虚 羊虚都不要喝 大家记住啊 要对症 这是我们沈老送给大家中秋节的 第一份礼物 我们收到了 特别欢喜啊 还有第二份 那赶紧看看 好 慢慢揭晓了 那给大家看看 我们树下灯笼的第二个礼物 是什么呢 它就是国一大师的中秋礼物二 化痰通脉方 可以放在这儿 让大家仔细瞧一瞧 化痰通脉方 针对的主要是什么样的人群啊 有什么症状的人适合 我不是说了吗 我是强调动物因化的病人 脑血管的病人 心血管病人 要血脉不通畅的病人 不仅要治他的瘀 要或许通肉 要注意到痰状的问题 但是我又说过第二句话 我们在治疗时 要强调治瘀也要治痰 但是还要分清楚 是瘀重还是痰状重 那么这个方式呢 是偏重于什么 痰状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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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痰状造成血脉一组 然后呢脑脉也不通畅 确实脑子里缺血缺氧 也可以头用头的 然后由于痰状重了以后呢 造成了胸部闷 肚子脏 吃饭不香 甚至于不想吃饭 拉出来的大便呢 吸不拉它 一天拉好几次 生出来的石头呢 上面长得厚厚的 就是叫厚厚的石胎 老板就是说 石头上面都长了毛这些 那么这些都叫什么意思嘛 是血脉不通 但是更主要表现的是 磐色比较重 因此我要通它的血脉 用活血化鱼的用 但这种活血化鱼 用温馨的活血化鱼 完了以后呢 重在什么 化痰 那么不单是重在化痰 还要见它的脾胃 所以见它的脾胃 帮助运化了 痰色也不深了 意思叫化痰 麦通片 好 这个千斤不换的方子 针对的是痰 痴体制的人群 平时有痰痴的 舍态很重的 变糖的 有没有叔叔阿姨 我们上来便便症了 身上困重的 哪个吃饭胃口不好的 我针对不想吃饭的 大便的一天两三次的 而且呢表现的是什么 气壁得很 哪个人四天生出来 每天都厚厚的 就这样这就 痰色比较重 也就是我就把化痰 放到前面 化痰本身 好 有没有 好 掌声欢迎这位阿姨上场 好 举手上来了 来 到我台中间来 试试您的症状 有我们说的那种痰痴症状吗 比如舌胎 大便 我爸就是有时候 这半拉头疼 有时候就是有点发晕 憋气 这边疼有一点 排便怎么样 比较稀 有点懒不爱吃东西 反正不吃东西吧 也不觉得饿 症状来说呢 跟我们说这种 有痰痴的体质 非常的像 对 阿姨您一会儿仔细听一下 您是不是和这个方子 包括我们还有生活的调理方 看看自己适不适合 好吧 好的 好的 谢谢您的分享 我们掌声送给您 送您份礼物 阿姨 卤花为您送健康了 为您送出的是 卤花高油酸花生油 油酸高抗氧化 青春派健康油 祝您越吃越年轻 好 谢谢阿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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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症状很像潭食 咱们就想个办法 帮阿姨解决一下 好 那我们就来说一说吧 国医大师给我们带来的第二份 中秋大礼 卦谈通麦坊 到底都是怎么组成的 那大家看 第一位又是天麻 什么意思呢 刚才是品干通麦坊里面有天麻 这个天麻有个特点 可以品干风 而这个干风是 中医家头昏头疼 无须不足疼 就是气血不足疼 也可以头疼头昏 无痰不足血 没有痰射的话也会引起 有痰射的话也引起血液 血脉不通的话也可以引起血液 那么这个呢是由于痰射造成的血脉不通 所以有点干风产生 因此是无痰不足血 无疯不足血 因此我一定要用天麻 那么拌下白酌佛林 就是用来什么 贱脾去痰作 因为主要是这个 是化痰通麦方法对吧 它的主要症候是痰射很重 因此取用的药很多很多 江船是帮助天麻品干风 但是也能取痰 酒红也是取痰 仓谱也能取痰 治男性也能取痰 远治也能取痰 那么远治和仓谱不仅是取痰 还可以治心慌 那么因此我说了 如果是痰射中的人 有头昏头疼 同时心脏不太好 经常有心慌的 化痰通麦方也可以应用 那么大家是不是注意到了 我在瓶肝通麦方 化痰通麦方里面 同样有这个药水泽和地龙 对 水泽和地龙 是啥 或是华语 又可以取痰作 因此所有的药里面取痰是 兼顾瓶肝风 但是更主要是取痰作 还要兼顾同学们 但最主要是取痰作 是的 那么我也顺便提一下 在我们新疆 有个去痰作的维吾尔药 对 有个叫阿里红 这个吗 正好 对 阿里红 我们新疆维吾尔药里面 去痰作里面 自性脑血管的时候 阿里红非常好 听名字还以为是一朵花 然后看到了 其实是一种菌类 对 这也在你刚才就是收集的那个单子里 但是这些呢 只有在这个新疆才能找得到 我们的养生堂的编曲同志 非常认真和负责 你们注意没有 在他跳舞的时候完了以后 一个大屏幕上 最门介绍了新疆维吾尔药材 对 维吾尔药材里面介绍了好几次钟 对 其实我在新疆呢 整理出又又能去痰 又能或许化育 两个功效都具有的 又呢 整理出一百多种 一百多种 那么你们这个便切也不错 所以我们介绍了几十种 你们如果还要再进一步注意 它里面有一个肝松 肝草的肝 松树的松 那么大家知道市面上 有一个肝松养心胶囊 可能有心脏病心慌的人 医生呢 就会给你开个忠诚药 肝松养心胶囊 这个松就是肝松 这个生就是人生 但是不是用真正的人生 一般是用的党生 党生和肝松 这个肝松呢 既能合胃去痰作 又能离气活血 既补了气又活了血 正因为这样 我说 维吾尔座也好 蒙座也好 哈萨克座也好 好多有些药材啊 和我们汉州用的种彩药 都是一回事 像肝松肝松 虽然今天屏幕上 列作是维吾尔药 实际上我们的中药就有肝松 一模一样 只会是同样的 好多维吾尔药材 用了我们种草药 现在我们都是一个大家庭 也就是说 我们有很多维吾尔的 特色的一些药材 它们有一些功效 和我们熟悉的药材 也是相争的 一模一样 而且是同性同功效 一模一样 所以我们也特别想了解一下 既然说到了活血化瑜 咱们再回到化痰通卖方 它是方子 要在医生的指导下用的 您还是给我们推荐一个 在家里可以调理的 对对对 那茶饮出现了 针对于风痰淤血的人群 大家刚才介绍了一个干火干热 比较旺的 那么我们介绍了一个茶饮的方子 现在我要介绍这个茶饮是什么 平时这个人色太厚厚的 吃饭不好 血脂也比较高 大便糖稀的 那么我们重来要去谈色 重来要见脾胃 首先想到有成脾 就是脚脂脾 那么半下也可以去谈作的 那么教过来呢 可以活血通血脉 又可以降血脂的 又是谈与同质的 但是用的肉 你看两个主要的肉是啥 去谈作 而这个呢是活血 因此主要是去谈色的 调理的茶饮法 调色 那么这个肉的剂量多少呢 成皮用上个五克 十克就行了 拌下不要用的太多 不要用生拌下 一定要用自拌下 自拌下 生拌下有多的 就是制造的制 制造的制 自拌下 不是加热 它泡制过 泡制过的 拌下用上十克 焦骨栏用上十克 到十五克泡茶好了 好 赶快记下来 我也要好好把这个 但是泡茶一定要注意啊 洗洗干净 煮开 一定要洗一遍 赶快拍下来 记下来 我也要好好把这个方式 好好记下来 因为我妈妈 肥的少吃 肥的少吃 这样这些高粱厚味 跟坦食更重 明白 要记记口 管住嘴了 好 那么我们两个大礼 都已经公布给大家了 中秋大礼 还有第三个大礼 这第三个大礼 我都不想要泳之去拿 为什么呀 因为这第三个大礼 是个好吃的 我怕泳之拿了 就给吃光了 那我刚才吃了 大家都看不着 那怎么能说呢 我赶紧去 就好吃的必须得看看 顺着点 又热点 别都吃光啊 也给大家看看尝尝 我看看啊 这第三个礼物 是不是也在灯笼后头呢 这灯笼上面有一个问号 这个国瑜大师的中秋礼 第三个 它是问号 但是我发现下面有个石盒 我先看看啊 这石盒里是个宝贝啊 但是我不认识 我相信聪明的叔叔阿姨 现场观众肯定认识 这样让大家猜一猜 就请您上来吧 来 哦 做好的 嗯 掌声欢迎阿姨 这还有不愿尝呢 肯定都举手了 对 阿姨给您尝尝 这个好吃的 这都是干净的 然后您这样 您端着 这样比较方便一点 我们很细心地 都给您磨碎了 你没偷吃吧 对 其实磨碎了 主要是不想让您猜出来 猜着了吗 没猜着可以再吃一口 再尝尝 感觉味道的 还要跟我们分享一下 看着反正软软面面的感觉 好 我觉得是栗子 把栗 对 什么口味就是那种甜的吗 不怎么甜 你觉得这个栗子 有这个活血化育啊 去痰尸啊 通心脉的这样的作用吗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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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就听说过栗子补肾 对 没听说过这些 对 听说它是肾之果 那还有别的这个胎的想法吗 能猜到的 我觉得这样我给阿姨一个信息 阿姨其实它是一种豆子 豆子 您猜猜 猜猜什么豆子 豆子 黄豆 因为是黄的是吧 也有可能啊 是有点像 是不是黄豆呢 真不好说 我们俩觉得肯定不是板栗 对 所以我们马上来揭晓答案 也掌声感谢阿姨 送您一份礼物 阿姨送您一份礼物 我们的礼物是 养生堂行 业独家战略合作伙伴 一品高方为您送出的 龟鳖草本高一份 秋季滋补润造正当时 现在拨打电话前100名 可以免费获得 一品高方一份 先到先得 好 谢谢阿姨 好 掌声感谢 请各位坐 这软软面面 阿姨说口感还不错 好 像板一样的东西 又像黄豆一样的东西 到底是什么 我们先说说它的功效吧 它是来自新疆的一种豆子 是吧 这个东西在我们新疆 这个牧略县出的最多了 在北京是南方是不会有的 对 我作为东北人 我从来没见过这个 它这个呢 真正讲解是一个食品 但是呢 它具有药用的功效 它呢除了补充一期以外呢 还可以健脾胃去弹着 去弹着 台北可以煮硝壳 而温身障眼就是可以补肾 煮硝壳 这个我给大家解释一下 硝壳呢相当于西医的糖尿病 是为啥叫硝 硝过散肌 就是这糖尿病的人啊 容易饥饿的喝 主硝壳就是可以治 容易肚子饿的病 还容易治嘴巴干的病 糖尿病的病人三多 喝得多 吃得多 鸟得多 那么主硝壳小壳 古代的硝壳这个中医的病名 相当于现代医学的什么糖尿病 治糖尿病效果很好 而且也没有痛苦 磨刃焚育 可以做打呼呼喝 包括呼呼这样喝 可以做烙饼 可以治糖尿病 而它可以呢润肺 为啥 这种糖尿病的人 我是嗓子干 鼻子干 嘴干 润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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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咳嗽也就少了 这是一个最好的保健食品 保健食品 饮嘴痘 现在我说出来了 说出来了 大家好爱你了 那今天呢是中秋节 某馆中秋节也叫团圆节 那中秋节 您也给我们全国的观众 说点祝福的话吧 好的 送给他们健康的一些知识和提醒 人的身体健康是第一的 系统数据说 没有全面的健康 就没有全面的小康 我们要过中秋节 希望大团圆 希望大团圆 就是希望我们全家 每个人都不得病 才能大团圆 因此做大家全家 各位父老兄弟身体健康 你们大团圆 谢谢沈老 也祝愿沈老身体健康 好我们进入鲁花养生厨房 中秋节快乐 海上升明月家味供此时 先祝大家中秋快乐 您看 在咱们中秋佳节的这个家味餐桌上 这个菜品肯定是非常非常讲究的 第一 肯定得烘得解馋 第二得营养得健康 才符合我们养生厨房的特点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 颜值要好看 寓意要美好 好大厨 您说是不是 每逢这个佳节的时候 重要的这种宴席 一定不能缺的一道大菜 猜猜 年年有余 这是咱们中国人的讲究 可是说到这个鱼 它的品类实在是太多了 今天吃下什么合适呢 邓老师 那我们今天的话 就给大家带来一道广东的美食 这种鱼 是产自广东的湛江 那在湛江的老百姓的心中 它也叫做黄金鱼 主要的原因是 首先它的外表是金黄色的 金灿灿的特别好看 那其次呢 这个鱼当中含有脑黄金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鱼油特别多 EPA和DHA 对于我们心脑血管 就有很好的保护作用 第三个呢 之所以叫做黄金鱼 是因为它的个头特别大 特别适合一家团圆的时候 一起来品尝 长得又美 又富含丰富的营养 同时寓意又美好 这个黄金鱼 到底是什么鱼呢 其实我们养生厨房的记者 也是专门远赴了 2000多公里以外的 广东湛江 将为大家去寻味美食 接下来咱们跟着记者的小货 一起去看一下 我们现在呢 身处湛江的东海岛 正在探秘黄金鱼的路上 听说啊这个鱼是深海鱼 所以我们决定去捕捞现场 看看这种漂亮的鱼 最新鲜的样子 它这条金鱼就是尾部啊 全部最块啊 小池最块都是金黄色的嘛 那我现在看 它其实没有特别黄啊 因为这刚刚抓起来嘛 如果再停留十分钟以后 它的颜色会变得越变越黄 金光散散 所以我们呢 海边的颜色 有时候都叫它黄金鱼嘛 这鱼呢 营养价值怎么样 又该怎么做呢 我们把难题留给豆老师和郝大叔 哇 原来这个黄金鱼 就是大家日常所说的金鱼 确实长得美 怎么做呢 能让它寓意更美好 然后颜值更高 这条鱼呢 已经不远千里 来到了我们的演播室啊 无论是蒸或者是煎 或者是烧都没问题 今儿呢咱就来一个蒸的方法 做一道孔雀开瓶鱼 孔雀开瓶鱼 这一听就有好的运气 在佳节的时候吃正合适 可这个开瓶鱼怎么做 才能尽量保留其中的黄金营养呢 你要是心急的话呢 可以拿出手机 打开微信的扫一扫 扫描我们的二维码 点击关注我们 养生厨房的微信公众号 输入关键词黄金 就可以提前获取答案了 直接从它这个背部这块 咱们把它 破刀 破刀 基本上呢就破到这个 腹部一指的距离 等于我们开的是它的脊背是吧 对 这个腹部是连着的 腹部是连着的 好的 那这个鱼呢 我们要给它进行一个前期的处理 首先呢 这里边要加一些黄酒 然后直接加盐 这个盐的量呢可以大一些 通过爆炎的方式 既可以去除这个鱼肉的这种 腥味 腥味 同时呢还可以很好地去除 它这个里边的这种血水 其实如果腌完了之后呢 我们马上食用的话 这个盐非常容易洗掉 不用担心吃着过咸的问题 可是另外一个问题开始担心了 就是这过节的时候呀 大鱼大肉月饼总少不了 有没有什么好喝的可以帮助解解腻呀 邓老师 咱们有吃的就一定有喝的 那给大家推荐一个解腻的茶 那这个茶呢就有在我们平时大鱼大肉之后的话呢 帮助我们解腻 同时呢还能帮助我们提高饱腹感 还有就是辅助降低血脂的作用 有了今天我们的这个中秋茶的话呢 就能帮助您解腻 在家里如何制作呢 跟我一起拿着手机 打开微信的扫一扫 扫描我们的二维码 点击关注我们养生厨房的微信公众号 输入关键词黄金 就可以看到我们完整的答案了 这鱼是不是也爆烟好了 对 然后直接加水 而且你看啊 加过水之后 通过这种清洗 这个水会变得非常的浑浊 但是同时呢 这个鱼会变得非常的透亮 而且这个爆烟的过程 一方面有一点点的滴口 最主要的是把所有的腥味 还有杂质都去掉了 对 可以看这鱼 鱼肉已经就非常透亮了 很嫩的一个状态 是吧 对 除了爆烟以外 爆烟呢是第一个去腥的方法 那另外其实和鱼肉搭配 有很多的食材也是很好的助力 比如今天我们选的是 鱼肉的什么黄金搭档呢 我选用的就是这个 泡的野山椒 因为泡菜当中都有这种酸酸的味道 那这个酸味是 刚好能够中和这种腥味 那无论是用这个野山椒 或者我们用这个鱼泡椒 都可以 什么时候使用呢 就是做一个泡椒酱 然后抹在这鱼肉上 一起蒸制 既入味又去腥 所以今天我们教大家的是一个 泡椒蒸鱼酱 不仅可以蒸今天的金肠鱼 在家里面咱们做别的鱼蒸制的时候 用它也没问题 这锅里呢 来点底油 今天这个底油太香了 特别适合炒我们的这个 蒸鱼用的泡椒酱 因为我们选用的是 鲁花5S压榨花生油 去除黄曲霉素 零凡是脂肪酸 还有就是这个油 独特的物理压榨技术 致使只用一点点 就能完全激发出我们食材的香味 所以这是既美味又健康 下入这个剁碎的野山椒 先给它煸香 油温千万不能太高 蒜蓉姜末小火炒香 我这边就想问一下 因为说我们的金肠鱼有一个特点 就是富含脑黄金 DHA EPA 这些都是特别好的东西 老年人需要 同时孩子发育也需要 但是有的时候食材里面有不见得 我们真正最后能够摄入 如何能够在烹饪的过程当中 保护好它们呢 窦老师 烹饪对于鱼的这个营养影响 还是比较大的 我们平时做鱼的话 有清蒸 有炖 有筋 有炒炸等等的 那我们今天好大师选取的方法 其实就是对于鱼的鱼油的保护 最好的一种方法就是清蒸 它对于EPA和DHA的这种损耗最小 所以今天郝老师的这种蒸鱼的方法 大家一定要记住了 在家里面以后我们吃鱼的话 想要摄取到更多的鱼油 脑黄金的话就采用蒸制的方法 怕腥怕不够好吃的话 今天的泡椒酱的做法一定要记好了 姜蒜 泡椒炒香之后直接加水 所以不仅有那个泡椒的味道 现在那种酸姜泡姜的味道也出来了 这里边少来上一些胡椒粉 盐的不用太多 少来一点白糖 我们只是给它入一个底口 这鱼最后蒸完之后 还有一个二次调味 蒸鱼泡椒酱 在家里面做什么鱼都可以用它 炒好的酱汁直接 浇到鱼上 然后就可以采用 我们最好的可以保护鱼油的方法 蒸制了 是吗 进行最关键的一步 蒸 蒸锅上汽 需要上汽蒸制多长时间 上汽蒸五分半钟就行 五分半钟的时间 我们就可以吃到一个营养 丰富的蒸鱼了 但是说到吃鱼的问题 我就在想很多海鲜 其实营养都很丰富 所以我们有没有什么建议 所以说这个吃海鲜吃多少 每个家庭 每个人 每周的话 应该吃两到三次的鱼 那每一次的话 差不多就是二两左右 就是我们的一个 巴掌大小的这么一小块鱼 所以的话 我们这一条金鱼鱼 其实特别适合 一家人团圆的时候 差不多五到六个人 一起去食用 所以今天我们这个黄金鱼 开瓶鱼设计的 真的是太适合节日的氛围了 同时最大程度的保留了营养 如果说鱼加肉加月饼 这会吃的有点腻了怎么办呢 我们还有一个中秋的茶 推荐给大家 是吧 杜老师 没错 这个茶呢我们就叫做炒米茶 炒米茶 炒米茶 炒的是什么米呢 大米或者是糯米呢 放在这个锅里面 给它炒焦了 然后同时再配着我们的绿茶 一起泡茶喝 就有很好的可以帮助大家 解腻消食的效果吧 鱼时间也到了 关火千万千万别马上香盖 让这锅里的蒸汽 再有一个循环的过程 再等上30秒 这样蒸出来的鱼肉 保证是什么 嫩 嫩 而且多汁 明白 好 时间到 来 看一看 直接您就把这彩椒 撒上面就行 是的 来点小香葱 咱用这热油 激发一下这个彩椒 以及这个香葱的香气 那趁着这个锅的热气 这会儿关火 趁着这个热气 来上点酱油 其实有点蒸鱼齿油的意思 对 齿腔味好浓 这个做法 好 咱们把这个酱油 您晚上这么一淋 大功告成 看上去感觉这个鱼 实在是太华丽了 然后美好的寓意 也是满满的 咱们在家里享受美味的同时 可以共同感受一下 海上声明月 家味共此时